接下来我们来做数据的传送 那么刚才呢 我们对传输协议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 我们不管客户端还服务器 发数据呢 都是被规定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实战一下 来发数据 在实战之前呢 首先我要做一件事啊 自定义Printful函数 那我为什么要自定义Printful函数呢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8266 在当前的开发板接口呢 它是使用窜口2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发数据 可能会有大量的数据产生啊 那除了我们8266初始化 要用窜口发数据以外 那8266本身初始化完成以后 它会向APP发数据对吧 也是通过窜口来控制的 所以整个这个发数据的过程啊 是比较麻烦的 如果我们直接用窜口这个 它那几个寄存器来操作的话 可能非常的麻烦不太好做 那如果我们有一个Printful函数来 发送就OK了是吧 那我们在之前的所有的历程当中呢 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的窜口1是可以直接用Printful函数来上外传输信息的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模仿 这个窜口1的Printful来做出窜口2的Printful 这个时候我们有两种方式啊 来做一个自己的Printful 第一种是修改系统的Printful 把它定位到窜口2 那这个在哪定位呢 可能有人知道 有人不知道 我告诉你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到我们的窜口这块 打开你的窜口.c OK我们翻到窜口最上面啊 最上面其实 大家跟我用的函数的版本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 都是正点原子它提供的一个函数 在这儿是吧 那这个FputC函数呢 它就是Printful 它的底层 那么Printful函数呢 其实系统已经帮你写好了 只要你它会最终调用一个putC 那只要你把putC改一下 改到窜口1 它就会调用窜口1 改到窜口2 它就会调窜口2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用这种方法 你可以把这儿改成2啊 你把这儿改成2的话 那这个Printful函数 它自然就定位到了窜口2 那么接下来我们用窜口2 去控制8266的时候 就可以随意的Printful 只要你发对指令 就OK了 但是显然这种方法不太好啊 为什么不好呢 这个看着很简单 只要改一下就OK了 是吧 可以把Printful定位到窜口2 那我们知道 在你写代码的时候 你需不需要窜口1呢 你需不需要窜口1 从这儿给你输出一些信息呢 是吧 比如在这儿 在你调试的过程中 窜口1要输出信息 那么窜口1如何输出信息呢 也要借助Printful 那么所以其实我们这个Printful 已经被窜口1给用了 是吧 避免不了的 它肯定得用 要不然你看不到你的信息 那这下就糟了 是吧 这个地方不能改 窜口1 它死活不行就要用了 那我们现在有另外一种方法 从头到尾来自己写另外一个Printful 也就是我不需要借助你的Printful 是吧 我要自己完完全全的写一个Printful函数 那我在另外一个Printful里面 我会掉窜口2 当然这个自己实际的Printful是很难的 你可以从网上倒一瓶 那么在这个Printful 我会写在这个文件夹里边 在myhard里边 我会有一个Printful的C 那在这里边 我定义了一个类似于Printful的函数 除了名字不一样 它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 它叫Print 那你用的时候 就把它当作Printful来用了 不管它中间怎么写 最终我告诉你 它就是换了另外一个函数 myputC 刚才那窜口1叫FputC 我换了一个myputC 然后在myputC里边 我调用的是窜口2是吧 所以将来如果你调这个Print函数的时候 它会使用窜口2来发数据 OK 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Print 那接下来窜口2发数据 是不是简单的不得了是吧 那最简单的 你的8266是吧 那么之前我们已经对8266做了初始化 那我把8266的初始化平移掉 换另外一种写法 看到没 我用Print来做8266初始化 PrintfulS一个复位指令 然后是一个模式指令对吧 所以下面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 没有兴趣直接把我的Printful 把我的Print.C直接拿过去用 送给你了 非常的好用 这个甚至其他的窜口也可以用的 非常的好玩 OK这是我们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 做一个自己的Printful函数 那么接下来有了这个Print 我发数据就简单了 我每次发数据 我都Print一下就行了 但是呢发数据 还有8266本身的问题 8266发数据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要发两次才OK 第一次发的是谁 是这么一条指令 第一次发的是指令啊 第二次还是你的数据 那么这个指令 它的格式是什么 首先前半部分是确定的 后面这个ID 就是我们有几 哪个客户端连上来的 是吧 然后我发给哪个客户端 我们知道一个服务器 可以有N个客户端连起来 在我们这个系统最多有9个 是吧 所以你8266往外发数据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给哪一个客户端发 那怎么知道给哪个发呢 在这 首先这条指令呢 这个等候后面有个ID 写一个ID过去就OK了 那后面 后面在这个什么34 这是什么 这是字节的个数 然后杠而杠 这不必多说啊 我们8266的数据格式呢 最终一定要加这么一个杠而杠 要不然是不能成功的 那么这个34呢 34啊 它是我们这个data 它的字节个数 因为你发完这条指令以后呢 系统就认为你要发你的数据了 所以对这个数据的长度啊 在这个指令里面也做了一个规定啊 34或者是58 36等等啊 总之这条指令有两个信息 ID和长度 接下来你才能发你的数据啊 这是你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业务报警器如何把报警报到APP里边 那首先呢 你要接触上面的传输协议是吧 头 然后是我们的关键字 这是一个业务报警 然后我发一个smoking啊 然后发一个字段的个数 总共四个字段 只要你把这一句话发过去 那就会产生一个业务报警 那具体这个在代码里边 首先呢 你要承接啊 我们课接里边上面讲到的这个 业务报警器是吧 它接待的一块呢 它是在哪报警的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 肯定是在一个外部中断里边报警的是吧 我们找到业务报警器的外部中断 OK 这个地方是业务报警器的外部中断 那么前面就不用说了 对于这些东西都做了一些初始化 然后在有烟雾的时候 当然这个信息这是我调试用的啊 这个才真正的发数据 大家看到我发数据的时候是怎么发的 是不是 写有一条发数据的指令啊 然后这个百分之c是我的id是吧 那么至于id怎么获取呢 后面的事情 你要知道这里边是有一个id的 这是哪个客户端对吧 我们这里边可以用这个模拟一个东西连上去 也可以打开手机是吧 这样就有两个了 当然我电脑上还有个假手机三个 所以发的时候要知道id 然后是字节的个数 发完这条指令要休息一下 这个8266呢 它的速度比较慢啊 你一定要休息一下再发 要不然会出错的 那你数一数这是不是33个呢 你自己好好数一数啊 前面这31个加上后面这两个 这是33个 那这么一发的话 报警信息就会过去 然后呢 我们的app会有效应的处理 那就不用你关心了啊 你要关心的是你这个发送的指令 要指定id和长度 然后呢 你的协议给我发对了是吧 那你不能直接发一个smoking 我不认识 你一定要发这种类型的数据啊 它长得就这个样子 那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报警的 大家稍等一下 我来开启我的这个手机 OK小伙伴 我已经将我的app打开了啊 大家注意看啊 当然这个app虽然做不好啊 当然也可以用 那我现在让业务传给其工作 大家看我的app是不是有反应 大家看再有个提示是吧 当然这个app是我们电脑做的 然后这里边会有个报警信息 再有通知啊 大家看这个通知栏呢 会说着火了是吧 那之所以他会收到这个通知呢 是因为我们是按照这种格式发数据的啊 是这样发数据的 如果你发数据不按这样发 它肯定不行的啊 OK这是发数据的过程 我们用这个烟雾报警来测一下 能不能发数据 那接下来还有个收数据的问题是吧 我们的app可以向8266发 那么说白了 反过来就是8266收数据的过程 那在收数据的格式呢 这个过程中首先你要注意的是 8266它有本身的格式是吧 所以你要对8266的驱动 非常了解 当8266它作为一个服务器 有人给他发数据的时候 他给你的窜口返回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8266是用窜口2来连接的是吧 所有的东西都跟窜口2有关系 他返回给你的窜口2是这样的格式啊 加IPD 这是他自己的协议 这是协议头 2号ID ID呢是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ID号是吧 有几个客户端连上去了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是吧 number是我们数据的个数 给你发了几个字节 然后冒号后面呢 才是你要接收到的真正的数据是吧 所以在你解析的时候是吧 你要把前面这些过滤掉是吧 这些跟你关系不是很大 那除了ID跟你有关系啊 其他的可能关系不是很大 这个data才是你真正关心的东西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协议里边呢 客户端可以给你发这么多类型的数据是吧 虽然头是差不多 但中间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做一个解析 那么这个解析的过程 我们用LED来帮你解析一下 首先呢 我的APP是这么发的啊 开灯是这么发的 关灯是这么发的 他这个ID这块可能是1 可能是2 可能是3 也可能是0 对应不同的ID 会有不同的灯泡被打开 或者是关闭 那关键我们看 我们自己是怎么解析的 APP给我们发过来 我们解析 首先解析这个过程呢 要接收是吧 8266接收数据的时候 我们知道用窗口2来收 那这个窗口2收数据呢 我们要用中断是吧 这个不可以用死循环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里边呢 界面是一个死循环 对吧 整个我们这个GUI界面 它是一个死循环 不可以再出第二个了 那所以收数据呢 它是用中断来做的 而且收数据呢 是很临时的 是吧 随意可以发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 要把窗口2的 接收中断打开啊 那么第一步 当然是判断 是不是接收 如果收到了 我们才能解析 大家看下面 我们这个解析的过程 首先把数据读出来 读出来以后 如果是加号是吧 如果加号呢 我们才可以进行 下一步的操作 那么下一步呢 我会把这个数据 放到了TCPBuffer 放到另外一个数据里边 那本来窜口呢 我会定义了一个 它自己的Buffer 然后呢 对我们这个后面的数据 又有另外一个Buffer 两个Buffer 这个是各有各的用处的 首先如果是加号的话 我们会接收这个数据 那如果不是加号的话 我就不接收是吧 它这个数据的下标还是零 那么是零的话 代表后面就 没有办法复值了 是吧 所以解析的第一步 要把加号 作为一个头 来作为解析的过程 解析完这个加号以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 它的后面的Data 是吧 我们这个协议后面的Data 就放在了TCPBuffer里边 那么对这个Buffer 我们怎么解析呢 对Buffer的解析 你还要看协议 对吧 那么Buffer的头是什么 首先是警号对吧 有了警号 才是你的这个Buffer的开始 那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首先要判断 是不是警号吧 如果有了警号 下标开始加加 一旦下标加加了呢 后面的数据 就可以陆续的收到 是吧 然后这个数据 超过一定的量的时候 我会找结尾 是吧 这个什么时候 结束结束呢 收到了结尾 才能结束 没有收到结尾 是不能结束的 那我们所有的数据呢 结尾都是这样的 -R-N 大家看到解一是 -N是吧 解二是-R 那反过来正序的话 就是-R-N 如果收到了结尾 这是一些测试信息 大家看这一步 我是干什么 这一步其实 我是获取了ID号 获取到客户端ID号 我们要待会儿 如果你要发数据的话 也要知道ID号 是吧 所以在这一步呢 收数据的时候 我要知道客户端的ID号 是什么 这个ID号 我用这个串口2的buffer来做 我们看这个数据 它本身的格式是什么呢 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那么ID在第几个 大家数一数是吧 ID呢 是在第五个 那所以ID号呢 它等于buffer5 而且你不用担心 这个ID是两位数啊 因为我们规定好了 这个ID呢 总共有9个用户是吧 9个用户 一个排的话是0到8 所以它不会出现 两位数的ID 所以这个ID 我就这么接收 第五位就是ID 接下来我要解析 我后面的data是吧 这个split呢 是Java里边的一个 函数的名字 我自己也定义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意思就是 我要把这个字符串 用锦号来打断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字符串 它本身呢 哪去了 它本身是有锦号的 是吧 有一系列的锦号 那那个函数的作用呢 就是把它用锦号打断了 取出来了锦号中间的数据啊 我会把这个锦号中间的头取出来的 这个时候 因为锦号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用 这只是为了方便解析数据 所以我会把写那么一个函数 把锦号踢掉 然后把它打成这么几个段 那对于这个货 我们知道打成几段 头是一段 关键字LED是一段 然后ID是一段 后面的状态 on and off又是一段 然后呢 个数又是一段 数一数 这应该是五个段 是吧 那所以这个split的函数呢 最终会取到五个数组 每个数组的内容都不一样 经过一个这么数据的打断以后啊 这个清空我就不一说了是吧 一次完成以后肯定要清空 那么这个打断之后呢 我们会挑到另外一个函数 UrState 这个UrState呢 是一个状态 我们知道我们可能收到任何数据啊 现在你是收到的LED控制这个数据 那待会可能有人会登录 会有各自的数据 所以我需要这么一个函数 来解析一下 到底现在是在哪种状态 那么你如何知道 现在是哪种状态呢 对我们打断的这个字符串来说呢 你要取的是第二个是吧 第一个头是一模一样的 那第二个不一样 那这要看到协议里边 头是一模一样的 那第二个可能是Longin 可能是Rag Tate Pass 那么如果是TypeLED 证明是你开灯了 或关灯这个状态 那我们看这个UrState 这也是一个我自定义的函数 在MyStream的谁里面啊 Split呢 就不一说了 是以警号 把这个数据分开来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 然后这个UrState 我们看看是否解析的 最主要是这个呢 第一个字段 头是吧 第二个字段是Login 然后我们还要看后面的这个字段 后面有个字段的个数是吧 五个 这是几种不同的状态 那么第一种状态呢 它是登录啊 最后一种状态是LED 我们看LED啊 头还是一样的 然后呢 第一个字段呢 是LED是吧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个数 这种情况呢 是我们的LED 这种状态 那么 得到这种状态以后 我们还有一些字段 没有分析是吧 只有LED的ID是什么 状态是什么 那我们看窜口里面 是不是做了分析了 假如现在是Case5的话 我们看到 是不是分析了ID是什么 是吧 然后我们是不是分析了 它的状态是什么 根据ID和状态 同时来控制 只有这两个同时确定了 才知道是哪个灯是吧 ID0那是LED1 ID2它是LED 这个 这里边可能有四个ID 所以我这里边会有四个LED 是吧 然后状态呢 每次都是两种 要么是开 要么是关 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数据解析的过程了 那翻回来看呢 首先呢 是以加号开头的 整个这个数据是加号开头的是吧 然后我们关心的这个数据呢 是以警号开头的是吧 然后它的结尾呢 是以-R-N来结尾的 说完数据以后我们要把警号踢掉是吧 把警号踢掉分成了那么多个字符串吧 可能是四个可能是五个 然后我会对这个字符串做一个解析 第一个是谁 第二个是谁 然后判断出我们当时是哪种状态 登录还是注册 还是其他状态 然后对每一种状态呢 我们再进行深入的分析 如果是LED的话 可能是第一个灯 可能是第二个灯 可能是开 也可能是关 又做了一个深入的分析 深入分析完了以后 才是我们具体的一个操作是吧 那么APP可以做一个控制 那么现在我们还是来测一下 测一下我们的APP能不能控制 OK我的APP又登录上来了 这边呢是我创稿的信息啊 我们清控一下 登录以后呢 我们来打开这个灯泡控制这一点 我们点一个打开是吧 大家看到这边呢 是接收到了APP的数据 这是我APP的数据啊 LED0 on 然后我们看看摄像头 是不是LED0 on了 大家看这是不是有个灯泡 on了 然后我再点一下 大家看又关闭了是吧 我再点 那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呢 我们不停地点是吧 最后有四个灯泡都被打开了 然后我都关闭 OK大家看到数据都关闭了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 在串口里边我会用printful函数呢 将数据输出到屏幕方便你测试啊 这每一个都是正确的 而且它的格式也是非常正确的 OK以上呢 这就是我们针对这个TCP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做一个数据格式的操作 不管是发数据还是收数据 一定要按照技能格式来做 要不然整个这个系统就乱套了 是吧 那么最后呢 我们整个对这个86.0网络这个传输过程 做一个整体的归纳 首先呢 我们这个服务器的这个设置这块啊 一定要非常正确 然后传入协议呢 已经被规定好了 有自己的头 然后第二个呢 一般是我们的关键字啊 类型 后面呢 就是我们具体的信息 最后一个是我们自端的个数 它要包含它自己本身 这是我的协议 在数据传送的过程中 我们制定了一个printful 因为用串口发数据 这个过程太不好写了 是吧 所以我把它封装成一个数据啊 直接用调用我的print函数 一下就把所有的数 都给发过去了 然后在接收过程中 主要是这个接收啊 866接收呢 它整个这个数据呢 除了你本身的这个data以外 它会给你返回一个其他的信息 有设备号的ID号 还有它的具体的个数 所以在解析之后 我们会把这个整体 这是一部分啊 这是创考而收到的所有的数据 以加号开头的 然后我们这个TCP协议 我们规定的这个数据是data 是吧 它是以警号开头的 而且呢 每个段的都是以警号打开的是吧 那么接收完了以后 你要把这些字段都提取出来 通过这个字段的对比 来判断是某种状态 然后做相应的处理 那最后给大家再提一点 对于我们这个传统协议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测 这里边有个窗口助手 它右半部自带了一个TCP 客户端和服务器一段这种模型 那时候就把你的电脑 来连上我们的8266 然后呢 我们选择客户端是吧 因为现在开发版是服务器 然后选择IP 它的默认IP呢 是4.1是吧 然后connect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登录是吧 我们来看登录写页里边的东西 把这个复制站到这 这样你就可以登录了 最后不要忘了回车一下 大家看到马上呢 它那边收到的数据 那么对于我们的传输模型呢 就讲到这 那么下面还有很多协议啊 大家要自己测一个一个的都把它测对了